哈嘍大家好我是塔爾 今天這部影片來簡單聊一下 崩壞心胸填到下幾個版本會推出的 角色池 那目前我們還在1.4拖帕的卡池 拖帕卡池會移入持續到11月14日 在拖帕的卡池結束之後 1.5版本會推出的角色分別是 銀汁跟霍霍 以一個大版本42天來計算的話 銀汁跟霍霍的卡池應該會一直 持續到聖誕節 1.5版本會推出的銀汁 他是物理屬性的智勢角色 看起來很像火但其實是物理 也是繼警員之後的第二個智勢限定角色 在詳細介紹這邊有沒有說到 銀汁他是純美騎士團的古典騎士 在遊戲裡面純美騎士團目前還沒有登場過 我們唯一看過他們的地方 是在模擬宇宙的事件裡面 在環與荒災的世界裡面 會有一個純美騎士團幫助的這個世界 在這個世界中我們可以拿到不少的祝福 結合角色的一些資訊描述 我們可以得知 宇宙中的這個純美騎士團 似乎就是一個正派的組織 會在宇宙中四處幫助其他需要幫助的人 至於角色技能目前我們還無從得知 但以智勢屬性職業的角色而言 應該會有比較多的打群體傷害的能力 1.5版本會推出的另一隻角色 則是五星的霍霍 霍霍是封屬性的豐饒角色 也是繼羅莎之後的第二個豐饒角色 在故事描述裡面寫到 他是 羅浮石王斯的見習判官 可以想見他的主要劇情 應該會出現在仙周羅浮 羅浮的石王斯是一個監長生死的機構 所以1.5版本很有可能 會再對仙周的劇情有更多的描述 我預計他們的劇情應該是會跟羅薩 或者靜流有比較多的相關 因為他們兩個在主線的劇情 可能都還沒有交代的比較完整 至於霍霍的經驗組也同樣沒有公布 但是身為豐饒角色 應該免不了是跟回血有關的 不過之前推出過的另一隻限定 豐饒角色 羅薩他已經有很強的回血能力了 所以我猜測霍霍的能力 可能不僅止於回血 說不定也還會有下回復能量 或者給其他隊友攻擊提升的效果 然後除了霍霍跟銀之以外 另外也會推出一個四星的寒鴨 他同樣也是仙周羅浮的石王斯 判官之一 在屬性上寒鴨是物理屬性的銅鞋角色 目前遊戲裡面的所有銅鞋 不論四星還是五星 在一些隊伍裡面都可以找到自己的定位 雖然目前我們同樣也不知道 寒鴨的技能是什麼 但是光是知道寒鴨 是一個銅鞋職業的角色 就已經讓人覺得 他可以去搭配出很多的隊伍了 而且角色樣貌看起來 有一點天然呆的感覺 會覺得他也蠻好看的 那這三隻 預計在1.5版本推出的角色 官方會在 11月3日的前瞻特別節目裡面 釋出更多關於他們技能的訊息 好那在1.5版本結束之後 回到1.6版本 官方也在今天公佈了1.6版本的一些角色資訊 1.6版本會推出的兩隻五星角色 分別是 軟梅 以及 真理醫生 那我們先簡單看一下軟梅 從軟梅釋出的立繪 我們可以看到他是一個 非常漂亮的女生 打扮的也很中國風 那我們應該在劇情裡面就常常有看到軟梅的名字了 他是跟黑塔還有 羅斯公姆一同開發模擬宇宙的天才俱樂部成員 那軟梅會是冰屬性的銅鞋角色 遊戲裡面的第一個限定五星銅鞋角色 在遊戲裡面我們現有的常駐五星角色 布洛尼亞就已經是 大家搶著用的超級好用的角色了 新推出的限定五星銅鞋 強度只要堪比布洛尼亞的話 就會是非常值得大家優先抽取的 人權級的角色 當然實際技能如何我們還不得而知 但是以熟悉而言他身為兵器 說不定可以跟我們 在1.4卡池前一期推出的 淨流有比較好的搭配 再來是1.6 另一支會推出的五星限定角色 真理醫生 他的名字很特別故事描述也非常有趣 那真理醫生這個名字是我們現在第一次聽到 他從來沒有出現在故事的劇情中 沒有出現在魔女宇宙 也沒有出現在我們的任何光追上 我們只能夠從官方釋出的文字資訊裡面 稍微了解一下 他是個什麼樣的人 他是一名博士學會的學者 博士學會跟天才俱樂部一樣 都算是智士的信徒 區別可能主要是有沒有接見過博士尊 那真理醫生自稱是醫生 是因為他要醫治一個叫做愚鈍的顽疾 沒錯聽起來像是一個非常自負的人 他甚至不知道怎麼跟蠢才解釋蠢才的意思 但是即便才智過人現在的他卻是以 庸人自居 最後真理醫生他推出之後的屬性是 虛數屬性的巡列角色 也是繼托帕希兒之後的第三個巡列職業角色 那正常來說 巡列可以打出比較高的單體輸出 而且有可能也可以比較平凡的行動到 不過也有可能是像我們這一期推出的托帕一樣 他帶有一點輔助效果 畢竟他名字裡面都描述 他是醫生 說不定就有一些輔助用的效果 最後除了1.6版本推出的兩隻限定五星以外 還會推出一個新的四星 雪衣 他是量子毀滅職業的角色 他跟我們前面介紹到的寒鴨 同樣都是石王寺的判官之一 而且最早在我們主線單橫的同行任務裡面 他就已經有出現了 那這個雪衣他是一個鹽偶 就是機械改造人的意思 然後也因為身為毀滅職業的角色 所以我會預期在試戰中 可能他的攻擊會需要犧牲 消耗自己的一些血量 當然具體情況如何 還是得等這幾隻角色實際推出 不過我認為1.6版本的主場 應該還是在黑塔的太空師那邊 因為推出的限定五星角色 感覺都跟博士尊的知識命徒 有比較多的關聯 說不定我們也可以在這個版本 要解到更多關於博士尊的消息 好啦那這部影片就簡單 帶大家看到 1.5以及1.6版本 會推出的6隻新角色 在幾天後的1.5版本特別節目 應該也會有更多相關的消息 幾隻角色裡面 我自己最想要的角色會是軟眉 畢竟他真的很好看 而且還是第一個推出的限定銅鞋角色 有沒有哪隻角色是你也特別喜歡 特別想要的呢 歡迎在底下留言討論 這部影片就先聊到這邊 看完喜歡的話 千萬不要忘記點贊訂閱我 我是打海 我們下部影片見 大家拜拜 掰掰 by bwd6